视点不一样 国际焦点先来关注 以色列新起义对黎巴嫩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攻击 这次锁定针主党多达300个目标 造成了至少180人死亡 700多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表示 之所以伤亡这么惨重 是因为他们攻击目标里面 藏匿大量的弹药武器引发二度爆炸 也因为局势升温 中国大陆紧急呼吁公民 尽速离开以色列 以色列礼拜天不只拦截到大量真主党火箭弹 也发现有伊拉克无人机想偷偷入侵 从深夜到白天 以色列铁穹系统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真主党又在一天之内朝以色列北部发射 大约150枚的火箭弹巡弋飞弹和无人机 以色列有监视器拍下炮弹落下瞬间 当场造成街道旁车辆烧成废铁 地点就在海法的比亚利克村 另一个边境城镇也有车辆房屋受到破坏 真主党随后宣称展开以哈战以来 最深远的一次打击 锁定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 和海法的拉斐尔军工企业公司 郑主党还出动先前都没使用过的中程飞弹攻击 毕竟先前BB Code对奖金连环报这笔账 都还没跟以色列算 这主党第二号人物卡西木 也真的喊出将进入清算之战 但一个连通讯都搞不定的组织 真的能顺利报复敌人吗 美军退降断言 真主党被渗透将无法快速反击 而以色列却还有能力趁势追击 以色列制作精美动画 说明真主党如何将武器藏在民展里头 另一段侦察影片也拍下 真主党巡弋飞弹发射器 从建筑一侧外露 义军则抢在真主党发动攻势前 先发制人打击 但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 以色列发出的这段警告 以色列呼吁黎巴嫩南部民众马上疏散到距离真主党设施 距点一公里之外的距离 以离之间全面战争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美国总统拜登一脸忧心 只是种种迹象都显示 以色列有不惜一战的决心 包含提高北部地区的警戒级别 将住院患者转移到地下 以色列先前也被发现开始往北部调兵 整个边界地区占予密布逼的美国下达通牒 要在黎巴嫩的公民也赶快撤离 黎巴嫩激烈交火地区的城市学校宣布停课 以色列这一年来形同五面作战 除了面对加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 还有伊朗其他地区的代理人虎视眈眈 包含叶门胡塞组织 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 都曾发动攻击威胁消灭以色列 周末夜门胡塞组织甚至高调 举行占领首都十周年纪念 现场又出现大批士兵持枪踏步 嗆瞎意味浓厚 整个中东局势在伊哈战后乱上加乱 平火的曙光看来遥遥无奇 铁新闻综合报导 好 再来看的是俄乌战争的部分 俄罗斯再度出动滑翔炸弹轰炸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导致一栋住宅大楼严重的受损 另外俄军并分三路强攻波克罗夫斯克 但是乌军占有地势高的优势 让俄军难以进攻 此外乌军上个星期突袭了俄国本土的军火库 那么根据估算 这波行动已经毁掉俄军 两到三个月的弹药量 在乌克兰夜路走多了遇到的是空袭 爆炸就在眼前几公尺外 驾驶差点丧命 上周五深夜俄军空头至少三枚滑翔炸弹 其中一枚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住宅大楼前引爆 大楼外墙跟窗户惨破不堪 可见俄军的炸弹杀伤力强大 这波空袭光是哈尔科夫 就有十多人受伤 滑翔炸弹也然成为 乌军靠近前线居民的噩梦 俄军暗夜空袭可能就是 为了算这笔账 上周乌克兰接连打击 俄国境内两个大型军火库 引发巨大爆炸 有专家推测乌军引爆了 至少三万吨的烈性弹药 等于是俄军两到三个月的弹药 补给灰飞烟灭 甚至连北韩给的炮弹也毁于一旦 截断俄军的弹药补给 或许能为前线乌军争取宝贵的时间 被西方笑称是移动铁皮屋的 俄军硅甲坦克 外层加上装甲来抗无人机 但是乌军技高一筹 从炮管的缺口 剑缝插针 还是照样被无人机锁定猎杀 另外一头的乌军阵地D30 榴弹炮靠着炮击来拖慢俄军的攻势 固守战术似乎也奏效 俄军在乌冬逼近后勤枢 大致沿着铁公路 兵分三路进攻 然而最近在城南五公里处的水渠线 推进速度慢了下来 俄军的下路是由低处往高处走 想办法要进攻丘陵 中路一度越过了水渠 但又被乌军打了回去 上路是两座南宫的矿山 恐怕也没有这么快攻入城区 前线苦战总统泽伦斯基 飞越大西洋求救 防美型的第一站 正是参观兵州的一间军工厂 这里生产的155毫米口径的炮弹 就是要援助乌克兰 泽伦斯基本周还要出席联合国大会 可能是拜登总统卸任之前 最后一次跟泽伦斯基见面 泽伦斯基不只要让拜登 看他提出的制胜计划 还有下届总统可能的人选 川普跟贺锦丽 毕竟明年1月白宫换人当家 泽伦斯基当然也会两面押暴 尤其是不愿意援助乌克兰的川普 要心自争取支持 所谓的制胜计划最关键一环 就是要想办法说服拜登政府放宽 远程武器的打击限制 现在看来也没有想象中乐观 美方当然还是怕被俄罗斯示威 直接介入战争 也有不少国会议员替乌克兰请命 另外美国也预计本周宣布 新一轮的原屋计划 包括海马斯的补充火箭 火炮的炮弹以及装备 泽伦斯基这趟防美行也不至于空手而归 继续再来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再度的恶化 16到24岁族群 失业率高达18.8% 已经连续两个月上升 毕业季刚过没多久 不少大学毕业生因为不好找工作 或认为白领工作不负期待 转而投入劳动力密集的蓝领市场 虽然靠体力活辛苦一点 但月薪至少还比一般上班族更高 曾经恩爱的婚纱照 现在脸涂黑搅碎 当家偶变怨偶 那些金装版的相本变成沉重累赘 要抛下切割 大陆河北的废弃物处理业者 在低迷经济中找到蓝海 原本是北京的上班族 离职之后投入了相对辛苦的废弃物处理 但是时机对了还是能赚钱 另外还有它 我擦一块玻璃只要三分钟就能搞定 然后能保证它又干净又透亮 然后上面看不到一点就是灰尘 有南京大学资工系学历的大学毕业生 现在来当个家政小哥 我以前做的白领工作都比较枯燥 而且局限性非常非常大 然后感觉又非常舒服 擦玻璃擦地 不用大学学历也能投入的清洁工作 为什么会开始吸引这群通通都是零零后的年轻人呢 就是感觉很自由 同时也就是非常愉快 然后我喜欢这样轻松的工作环境 他们主打自己是高端家政团队 要颠覆大家对清洁打扫业的负面刻板印象 你好 小兰生管家 穿着制服 鞋套 一整套专业清洁工具 摆好之后有条理的帮你打扫除 团队虽然年轻 但是有自己的想法 重点 薪水也比之前吸引人 我所说的5K也只是最低端的 最基础的 如果说你晋升到这个领队 那么你的工资可能会达到8K 还有各种的说福利或者说这个提成奖金 大陆约有4亿人属于蓝领阶级 环境在改变 薪资也在改变 十年前白领平均收入是蓝领的2.4倍 十年后差距缩小到只领先1.4倍 而以张伟博的案例来说 做打扫清洁赚得比做办公室还要多 现在月薪人民币8000块钱 比之前还多了3000人民币 就是不能一直就是把薪放得很高 然后不愿意去脚踏失业去做 我觉得这样才是可耻的事情 对他来说 不会失业 还能有相对好的薪水更重要 因为大陆最新公布 8月份16到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 为18.8% 比之前上升了1.7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上升 而且也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25到29岁之间的失业率 则为6.9% 也同样比上个月上升了0.4% 这时候有工作比没工作好 白领你是个大学生 但是你做这个保洁这个行业 但是你又能做得不错 做得很好 那周围人的质疑慢慢就会变成理解 大陆的青年失业率 在经济低谷时期是难解的困境 症结点还是在和经济资本捆绑的房市 依旧没有起色 以北京来说过去一年之内 有过九次房市政策微调 降头期旧换新放宽贷款条件 但问题是持续的供过于求 价格下跌 而且还没到底 何时才能触底是个大问号 美国避险资金天王达利欧就警告 这可能会是中国大陆的新衰关键 达利欧警告 这可能像是日本会陷入停滞通缩 现阶段看起来是以拖待变 等待转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 而继续来看的是 他们的少子化趋势 其实不只是全世界 现在都很多地方都是不可逆的 1979年到2015年 中国大陆所推行的 一胎化政策恍如隔世 甚至影响人口缩减 以及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 而学者现在也点出 恐怕还会让人越活越孤独 熙熙攘攘的街道 中国大陆因为人口多 被认为是世界强国之一 但人口优势却逐渐消失 少子化趋势和全世界一样不可逆 从现在往回看 1979年至2015年 中国大陆所推行的 一胎化政策 明明距离废止政策 不到十年却恍如隔世 时至今日 已经从想生不能生 演变为政府希望你生 现在生活压力有点大吧 我觉得生多的话 我觉得一胎我能接受生多的话 我还是不会选择考虑的 有的人会愿意 但是有的人也会选择 生一胎就可以了 那你身边有很多人 他们是想要生二胎吗 没有 我身边好多人没结婚 压力大碗 以后未来想要生几个小孩 从一胎化到三孩 中国大陆的生育问题始终难解 尤其常年的一胎化政策 也导致性别比例失衡 根据最新人口数据发现 男性人数比女性多出 三千零九十七万人 总人口也比2022年减少两百零八万人 连续两年负增长 这个一胎化的政策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它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它并不是由人口学家 所建议成立的 而是由火箭飞弹专家成立的 那他们用一种数学模型 来看人口成长的数目 带来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 其实人口学者在研究发觉说 在1985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人口已经开始减少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人口 因为它有一个所谓的 联合国研究者也提出了 几种不同预测 认为中国大陆人口 将在2100年减少超过 七点八亿人 较不严重的预测 则是减少约四点六亿人 最极端的预测 则将减少超过十亿人 冲击的不只有经济 还有心理 我们必须跳脱量的课题 你要反而去开始思考的 就是职的课题 尤其当长者越来越多 然后社会福利政策 没办法跟上来 然后既有的一些 所谓的家庭也崩解了 就是我们常讲的 就是说 虽然就是一态化政策 照理讲 如果说社区的机能 还是完善的 就是说传统的这种 你知道在小村 小镇里面 那人与人 他其实非常紧密的 生活在一起 那这样的机制 也逐渐的消失 我没有人口学的估计 大概每年 有七万五千个 独生子女的家庭 他们会 他们的独生子女会死亡 就15万对 15万的夫妇 他不会失去他们的儿子 从社会的推估 家庭成员逐渐减少 少了亲人间的扶持 恐怕让人越活越孤独 社会问题随之浮现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会去倡议的是 在像类似这样子的若连节 所以若连节 它可能是一个 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 它可能参加某一个 比如说音乐会 它可能是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园游会 它可能是一个市集 它要陆陆续让这一些人 放到这个脉络里面 让他觉得 他并不是被社会隔离 失去了若连节 也就是直接的亲属关系 学者点出若连节更为重要 目的则是要避免出现 社会死亡的问题 也就是丧失个人存在价值 被社会忽视还有孤立 拒绝越活越孤独 从关心身边的人开始 就是第一步 TVBS新闻 许昆山 谢贤熙 陈向如车单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敬发 打赏支持 陈向文庡渡楼